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昨天 也就是朝鲜的时间 6月2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朝鲜进行了访问 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20号乘专机抵达朝鲜首都平壤顺安国际机场 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 将为两党两国关系谱写新的篇章 为地区和平 稳定 繁荣 做出新的贡献 朝鲜方面对这次访问高度重视 金正恩委员长协夫人李学主 在机场为府邸平壤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彭丽媛 举行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 那么通过这个媒体的报道 包括国际媒体 那么这次访问非常受到关注 对 而且呢在这个此前 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很多这个外国媒体 也问到这个习近平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访问这个朝鲜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在下周 G20会登场 是 习近平要特朗普见面 那有人问就是不是这个 做一个拿朝鲜的事 做一个筹码 有这样一种这个看法 但是呢实际上这样 就是中国和朝鲜呢 今年也是建立这个 中朝建立了70多年 所以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访问朝鲜 也是我觉得很正常 当然不可能不谈这个 美中美 朝美关系 朝美关系 这是这个一定要谈的 不知道你关不关注这个新闻 这个呢是我一直在关注 因为什么呢 自从金正恩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代的金家的接班人上台以后呢 实际上呢他去过中国 很巧因为我正好是在长春有一天 有一天长春是突然戒严 就是说那个时候金正日还活着的时候 但这个没有报 因为经常呢这个朝鲜领导人的出国都从丹东到这个坐火车过去 那当时是还是那个胡锦涛主席在任的时候 完了就是就是当时来 中国有句话叫脱姑吧 就是说他可能不行了因为身体不太好嘛 但他上台以后呢其实中朝关系有一个很低落的时间 因为他是导弹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看看地理的话呢 中朝边界有一个省叫吉林省 我就那出来了 吉林省呢有一个天池 这个天池就是这个中朝分界线 所谓长白山的祖风 他们叫白头山 白头山 我们叫长白山 但是呢这个大家呢虽然不说 实际上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个长白山呢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但是你看在南韩北韩都把长白山呢 说是白头山是他们的圣地 这个情节一直在这 因为这个金正日在那打过游击嘛 对对对对对 金日成 金日成 对对对 那这个所以中朝这个低谷 因为朝铁核实验以后呢 中国当时很很反了 而且当时那个中国也是在朝铁核实验很紧张 那这个事实际上应该感谢唐朗普 唐朗普呢打破了以往那个美国领导人的奇观 主动跟他就是谈了两次 虽然没有结果对吧 但是呢起码两个人目前还是有些沟通 对 那在谈的时候呢 实际中国大陆领导人也注意到的这个这个 有的时候他们俩见面也有点不悦 不快 就跟现在他们俩见面川普总统也是不快一样 对吧 就是这三个人号称都是朋友嘛 强人 这个川普总统一般来说金正恩是我的朋友 习主席是我的朋友 对对对 那习主席反过来也说川普总统也是我的朋友 对对对 在这个层面上呢 这个很奇怪啊 底下不管打得多呢 那上面大家好像还是不能叫称兄道弟吧 还是保持一个可以沟通的关系 至少是面子上大家都过得去 没撕破 现在没撕破 但是朝鲜有个最大问题 朝鲜经济不太好 对吧 那朝鲜主要的这个支持国家是中国大陆 包括这个油啊 包括这个这个粮食啊 朝鲜出国一些原材料 但是中国目前呢 像我们刚才讨论的 维师大哥你说的就是 第一呢制裁我们还是要 支持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朝鲜无核化 对中国就是要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 我们在这点跟美国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一旦核爆炸的时候 第一个影响就是吉林的昏春嘛 四敌地震 昏春 昏春那个地方就是一旦朝鲜试验 也有朝鲜外交比较小 它试验的时候都是在那个中小边境附近进行的 所以目前呢 这一年多两年多没有核实验 应该感谢川普总统和中国大陆 还有五方包括苏联这种共同努力吧 对对对 往下怎么说呢 这个因为这个正值中美贸易战 这个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华为就任正非有个讲话 说没想到美国这么狠 对 触手这么狠这么准这么快 对吧 一下打掉这个华为一下子将近这个三百亿美元那个销售额 所以这点呢就是说呢 估计呢这个也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吧 那这个习主席跟川普总统下周会见面 对肯定会提这件事 对 但是这个牌有多大分量 这个就很难讲 很难讲 对吧 也可能川普总统说OK I don't care OK 他经常那种所谓的 他也可能确实不care 你看那样他没有care of anything 对吧 就怕他也不在 我说你们俩见见跟我没关系 对吧 但是呢实际上呢 如果金正恩现在是 我是觉得他还是一直没有动任何事 如果他再发一个导弹 日本和韩国肯定害怕 那会对美国施压 对吧 所以这个事呢很微妙的事 下周应该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看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金正恩 对于川普来讲很重要 因为在新加坡在越南 他见面两次没有任何成果 对 这个是所以呢 因为这个 这就是我们就谈到这个特朗普 在这个6月18号晚上 在佛罗里达 宣布这个正式竞选 这个第二届竞选连任 连任了 但连任呢 其实在他在这个2016年大选的时候 其中有几项承诺嘛 因为他的口 2016年是要美国伟大 对 那在佛罗里达是要美国继续伟大 对对对 那么就是说 让美国保持伟大 保持伟大 就是说这个他呢 在这个当时参选有几个承诺 比如说要解决贸易不公平的问题 那么也打了个贸易战 对 然后呢 朝鲜乌合化 对 这也是承诺的 但是朝鲜乌合化呢 没有结果 对 所以呢 还有一个修墙的事 修墙也没有结果 修墙也没有结果 修墙得还是民主党 在里面 一直挡着 所以呢 我就说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习近平兼金正恩 那么应该我想呢 应该把金正恩的意思呢 转达给这个 川普总统 对 川普总统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覺得讓川普最起碼在今年2019年 如果他能把北朝鮮這個事不能說擺平 差不多 因為現在雙方沒有協議 雖然殲滅了 還沒有一個東西 如果能出來一個東西的話 那我想對川普連任非常有利 對 這個是 就是起碼他解決了一個問題 對吧 我是覺得下週的習川會是很重要的一次見面 因為我們知道上一次應該是在北京見面 對吧 那個開得很不錯 冬天嘛 冬天他招待很好 回來以後馬上就開打貿易戰 這差不多一年打下來以後 現在只是說勢頭九增五減 目前美國是非常強硬 中國也是非常強硬 對吧 大家現在誰也不願意讓 那現在呢就是看看這個在大阪吧 奧萨卡 對吧 下週這個有什麼結果 我是個人覺得見了肯定比不見好 對 對 對吧 現在我不希望他進一步激化 為什麼叫激化呢 我們知道美國現在有些這個 美國的國會參眾議員呢 現在把台灣這個事又擺過來了 賣武器啊 對對對 甚至要駐軍啊 對 這個事情呢大陸實際上最反感的是這點政治上 這就是所謂紅線嘛 對這紅線 等於已經是踩到紅線了 但大陸目前來講呢 沒有一個可能沒有一個 也就搞不清美國下一步要做什麼 對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呢是一個三權分裂的國家 總統可以做過總統呢 國會可以做過國會的 對吧 現在國會的問題呢是比總統在政治上還強烈的反中 對 這點呢是我們可能看這麼多年是第一次吧 對 所以說這個拜登的這個語調稍微好一點 民主黨的這個拜登 因為他跟習主席啊跟可能有些私人也有關 因為民主黨整個來講呢 雖然說是這麼說 但是那個他整個競選人呢 目前沒有把中國問題呢 當作一個特別重要的 他們就著急把川普趕下臺 那川普呢在這個週二呢 這個在Orlando就講了很多東西 對吧 第一呢他還他講國內的事比較多了 講反移民啊 他說這個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幾十萬 移民在那個美墨 還在往那來的過 還路上的 對吧 所以這事確實很頭痛 叫我來看確實呢 川普總統要處理這麼多的事呢 可能要解決那麼一兩件 特別國際上的事 所以我是覺得呢 從我們角度希望呢 川普總統在這個競選之後 我估計他要走臺吧 還到處走吧 對 對 這個中美貿易戰 朝鮮問題不解決 總得解決一個 就像您剛才講的 就是如果說能解決一件事 達成一個美朝協議啊 這個對他是很加分的 對吧 這個從這個約約可以這麼講 這個特朗普呢 在川普在這個佛特里達宣布 競選連任 對 應該說把美國這個 2020年總統大選的 這個基調 這個基調 定下來了 對 這個序幕呢已經拉開 對 那有美國媒體回憶呢 說是在這個四年前吧 也是6月份的這個州 是特朗普的 也是在佛羅里達 在佛羅里達 對 這個宣布這個參選 對 當時川普的民調是多少呢 支持率是3.4% 對 那麼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的民調就上來了 對 所以呢 因為前兩天呢 大概兩天之前吧 那個Fox有個民調 所以川普的這個支持率 要低於拜登的這個 好像 差10%吧 對 對 兩位數嘛 兩位數 但是呢 按照這個 這個美國這個大選 這樣一種走勢來講呢 當年希拉里的這個 支持率要遠高於川普 對 結果最後 所以現在看不出來 關鍵是在事兒上 看看這這一年 那麼川普能做些事 我呢 是希望這個換一個人 但是呢 從現在勢頭來講呢 你不得不承認川普 他這個整個還是勢頭挺高 因為我們知道競選連結 比這個一個在職總統的資源 要遠遠高一個在野黨的人 對吧 我們知道這個有一個 就是從那個克林頓時候 只有一個人做了一屆 就是老布什 老布什其實打完伊拉克戰爭以後 人氣很旺的 結果最後一下子做了一屆 被克林頓打掉了 對 而且輸克林頓很多 對 對 對 這運氣不佳的 我個人覺得如果說有某一個 在一年之內可能有一件很大的事兒 甚至包括他的這個所謂稅收的事兒 拿出來以後 我也看了看他昨天那個照片上 我這個很注意他那個 他支持人的構成 我看了幾乎沒有一個亞裔 幾乎沒有一個黑人 全是看上去以後呢 都是塞的那個白人 對吧 就是從他那張照片 當我不是說那個後面沒有人 對吧 你看到他呢 而且他這個我最不喜歡聽的就是一件 這一年美國還會分裂的 這一年大家又互相會 族群之間會打來打去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自己其實挺擔心的 那就看民主黨能不能把這個自己的理念 這個改一下 能吸收更多的選票 對吧 當然也希望川普總統做得好了 我們這事兒 因為我們都是人為賢卿 不管哪個人當總統 跟我們直接好像沒有那麼直接大的這種關係 我們在卡利福尼 對吧 兩天天安西佩洛西還在那兒講課 講話我就聽了聽 我是覺得這個共和黨呢 這個目前勢頭還是比較 因為整個共和黨支持 川普第一次沒有共和黨 就是誰的共和黨 十幾個候選人要把他幹掉的 現在等於共和黨沒有辦法 就圍在他面前了 所以民主黨打贏這一仗 也是一個很麻煩的事兒 有點像中文貿易戰 這個非常這個起碼 說好的是5050 說不好的話 現在民主黨勢頭不如傳說 差不多這樣 這個我覺得這個 美國的中場大選 最關鍵的還是 就是說國內的經濟 對 這是大家關係的 對 現在有這麼幾個因素 這個其實對川普也不利 一個就是說這個 你修強 特朗普堅持 但是民主黨反對嘛 對 等於他沒修成 對 但修強這個事兒是這樣 就是說一部分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 阻止非法移民進入 對 但是反過來呢 由於你這個移民政策 才強硬 可能得罪了一些 美國的這些 特別是拉丁裔的移民 這是移民 對 第二就是你談到 這個南希佩洛西 這個應該是前天吧 在洛杉磯 東洛杉磯學院 他主要重點談談奧巴馬的健保 對 這個健保 實際上我覺得來講 其實我去年看這個美國的主流媒體 有人就認為 美國總統2020年大選 奧巴馬健保可以是個議題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這個 很多這個 說實際上很多的華人 特別是非法移民也好 或者留下來的也好 或者低收入也好 可以在這個奧巴馬這個 這個健保法案當中呢 應該說受益 對 這個是一個事實 還有呢 健保這個議題呢 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沒有保險 沒有保險 而且沒有保險 很多人是窮人 所以這個 南希佩洛西 她講的也是 第一個拿出健保來 這個是美國的講法 我們因為移民 都把移民放在地位 全民健保這件事呢 對於美國影響面太大 太大 包括這個 其實還有很多這個 在中西部的這些 收入比較低的這些人 如果他沒有 沒有這個奧巴馬care的話 他真有並看不起 對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呢 這個我估計這個民主黨 應該說這是一個重大 因為堅持這個奧巴馬 這個健保法案 對 因為特朗普幾次要廢除 但特朗普呢 並沒有提出一個 很具體的 期待的這個東西 但實際上這個奧巴馬 健保法案 我記得2000年的時候 小布希時代 就已經開始著手 因為這個 它已經經過20年 這樣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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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這個不是說是 其實這個奧巴馬健保法案 它不是說是民主黨提 其實我記得非常印象 小布希剛當選的時候 也想這個都想做 都想做 沒做成 對 但實際上呢 這個法案當時能夠通過 在奧巴馬時代能夠通過 也是綜合了共和黨 和民主黨兩方面的意義 最早 Hillard也提過 因為是一開始 後來也沒做成 對吧 到奧巴馬的時候 是做成的原因 最後是美國 這個最高法院 那個大法官 5比4 他說可以 因為這是所謂的 美國的這個稅的一部分 就是那個 Roberts 他其實那個 差點沒被 最高法院法律 最後美國 一個所謂 最保守的法官呢 站在奧巴馬一邊 所以這一點呢 我是覺得呢 他還是理念還是不錯的 對吧 因為美國 這麼一個富裕的國家 比歐洲富多少 人家歐洲都是有 全民健保 就是美國沒有 就是美國沒有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 這個川普在 這個議題 國民 所謂的國際民生 這樣一個議題上呢 移民問題 這個健保問題 貿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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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大企業 我看今天 這個又有什麼 Vera等等的 這些大企業 又提出來 是明確反對嘛 你看這幾天聽證呢 在就從6月17號到23號 這個國會對中國的 另3000億進口商品 你這樣徵稅討論 對 大部分都此反對 對 所以他不解決的話呢 我覺得 這個連任之路呢 是很難 因為貿易問題 直接影響到 你美國的所謂GDP 對 影響經濟增長 那麼大家都說 這個美國經濟呢 現在好像是比較強勁嘛 這個走勢 但是你這個 如果你在對3000億 再一增稅 老百姓買不起 或者是美國進不了 這是很難的 他這兩個 一個叫弗洛西德比 跟納法羅 兩個比較強硬 我覺得川普總統 還不是最強的 對他不是強的 這兩個是有兩個 他一直推著往前走 對吧 這個底下不管 反正你就 他們對中國最強 就是首先這兩個智囊 智囊 這個據說中國 很不喜歡這兩個人 對吧 我是覺得 應該到一定會收一下 我希望在這個 下週的這個 習主席和川普總統 見面的時候呢 可以緩一下 因為大家都受影響 對吧 這個事情呢 確實是長遠觀點 川普總統不缺錢了 但底下人呢 這個 我就覺得他女婿和女兒 可能還算說話 還有了一分量 但據說川普總統 現在誰的話都不聽 腦袋一拍就幹這事 這很難講 那下一步會做什麼 但我還是希望 從他講話來講 我個人覺得他還是比較 神志還是比較正常理智的 不是那種好像 像民眾黨說他怎麼不行了 對不對 這個事你一定要客觀 來看這個事 對吧 對 再一個就是說 這個張盈穎案 最後這個案 對 張盈穎案 現在又一些 很多新的發現 對 證人開始 就檢方證人開始 來出庭了 其實有兩個人 兩個女性 一個女性就曾經 是個白人 叫艾蜜莉 Hogan 她說呢 曾經也有 有個女性 她是博士生 也有一個人 做假警察 說我是 也要引入她上車 等於在 Christopher 拿了一個假的警徽 說我是警察調查 這個女孩沒上車 還有一個就是她的前女友的證詞 比較完整 就是FM作為竊聽的一部分 她戴了一個耳機 戴了耳機以後 她從旁邊說了很多 這個就是不利於被告的話 加上他們在科學的根據上 來查了一下地毯上 其實有些血跡 可能地因有些混合吧 我覺得定罪的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當然就是說能不能判死刑 這還是下一步的事 對吧 對 這個媒體有報導 就是張英英的父親 和他的男朋友 也提出問題了 說這個律師怎麼一開庭 開始馬上就把這個事就承認了 這裡邊就是說也是在猜測 這樣一個動機 或者是這樣一種辯護策略 究竟他想達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我是覺得第一呢 可能證據比較充分 他沒有辦法 就是說那確實就是我的殺人 但是美國它有兩個因素 一個殺人動機 一個殺人結果 殺人結果 在這個動機裡邊 就剛才我們上一次講的 所謂這個 insanity defense 就是說他當時他殺人的時候 這個神智清不清楚 我舉一個我們處理一個案子 我們有一個這麼一個案子 一個男的 這個也是一個新移民 住在一個家庭理念裡邊 很神智也比較清楚 睡覺睡了半夜呢 突然的這個就是被吵醒 吵醒以後他到廚房拿了把刀 就跟那個房東打起來 結果把房東刺了好幾刀 那我們代理他的時候呢 你沒有任何好的證據 為什麼呢 有四個證人看見他 對吧 那只好說呢 第一呢在美國就找金神科醫生 這個金神科醫生來找監獄 跟他面談 說你當時知不知道你做什麼呀 他說當時我不知道我做什麼 當時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上帝說要 有人要殺我 要殺我爸 那這個呢就給我們 我不能完全說沒罪啊 再跟檢方這個所謂這個來 第五 第五的時候好一點 九年你看他那個當時有問題 能不能少判幾年 判個這個七年之類的 所以這個所有這個金神科醫生做鑑定的時候呢 肯定是這個要 肯定要這麼做的 而且一般比較大的這種人體傷害外面 這個醫生是肯定的 要來替你來做的 因為美國的金神病醫生呢 一般來講的比較中性的 那一般他都會給早點開脫的理由吧 我是覺得他肯定有一些 在這個從這個方向往下走 但往下走怎麼往下走呢 像我們的最後就利用 那個檢方有時候他也知道 你有這麼一個 他也看因為這個案子比較特殊 他不是一個慣犯 就是一瞬間打架 在美國就判的比較嚴 所以最後沒有辦法 最後就當然是減刑了 所以我舉個例子 可能不是很貼切 只是告你就是在任何一個重大刑事傷害件呢 這個金神科醫生最後鑑定 如果評審團聽不太懂 或者聽了個稀的糊塗 聽了大概 對吧 所以他不知道在做什麼 可能殺人那一瞬間 對吧 但這個比較難 他這個東西因為是 像一滴貓沙 你這蓄貓已久 把人一步一步引到車上 引到這個東西 完了把人殺的被毀屍滅跡了 這個比較難 所以說你說他為什麼呢 我們再往下走的時候 可能會有再有 下周或再下周 因為美國這個一打就好幾星期 看看能不能有新的發現出來 對 那最後呢簡單聊一下這樣 就是說這個因為前幾天香港 這個有些示威遊行了 那這個案子就是這個事兒呢 像是把這個犯罪分子 就是根據修法引到這個在大陸受審 那麼我看了一下 其實這個條例的本身來講呢 其實對香港的居民沒有什麼太大的損害 當然它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 就是我們一個普通的民眾 這個如何來看待這個法律 對吧 就是說因為你這個 雖然香港很多人就是說抗議這件事 但是有很多市民好像 對這個條例本身 可能理解的 就沒有完全理解 對 整個香港呢 這個因為大陸基本沒看到這件事 看這件事我相信這個13億中國人 可能不太喜歡香港市民一百萬那件事 對吧 這個你現在網上逐漸有一些東西出來了 說你香港你吃我們的創我們的 你現在這個 這件事是主於香港的 有個別人的利用香港 對中國回國以後一些不滿 對吧 就整個這個借題發揮了 其實這個事兒呢 是從法條來講是 我是覺得是應該這麼做的 那你說你殺了人以後 你跑到香港你就有安全了嗎 對不對 這個不對的 對吧 但是只是說呢 在處理技術上來講呢 我覺得可能香港這個特首 他沒有意識到 本來他認為是一個應該做的事 這個被人這個利用了 而這個事兒不是中國大陸要的 是台灣一個人的女兒被殺了 對吧 所以他現在就不在 包括美國也不提這個事兒 就把這個 你看這中國大陸這個不對啊 這個呢 這個我是覺得有一點 這個 加上又是現在這個中美貿易戰 又出了很關鍵時刻 那確實呢 考驗一下這個中央政府 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我個人覺得如果是 不好意思 如果是鄧小平先生在的話 肯定這無所謂的一件事 對吧 就是大家別看得太重 這種事兒 中國這麼大 幾十億人口 幾百萬 我個人覺得從咱們腳來講呢 希望香港好 也希望香港呢 能講來繁榮 但如果香港這麼下去以後呢 最倒霉的不好意思 還是香港 就是香港市民自己啊 對不對 這個鬧一些以後 你說這個 以後經濟壯一東轉移了 你再亂的話 人家不投資了 你怎麼辦啊 他們這點呢 就是我覺得有點短視啊 這個事兒 這個我是覺得 加上還有些確實比較容易 另外你老在這鬧事兒也不對 那這過去就過去了 你還老在立法院鬧什麼呀 對吧 你有什麼法理根據啊 我覺得他沒有 對吧 這點我是覺得 他們這就叫胡鬧 OK 反正因為我們在美國呢 也看到這個美國政府如何處理 什麼佔領華爾街啊 在佔領內 就是說 從這個一個民主社會 當然民主社會的前提是個法治 對吧 你沒有法治就談不上民主 你這種就是說 像香港動不動 從2016年所謂反中嘛 就是在戰中啊 對對對 一直延遇到現在 要獨立 對 一直呢就是說這種 就是說對這個民主 與法治的關係理解 已經說在是很浮淺了 對對對 這個就是說 像我們都知道 你像這個有些這個 呃當年什麼佔領華爾街 這邊洛杉尼四呢 到這個那個市政府廣場 搭帳篷什麼的 那警察都驅逐 就是就是完全 強力驅逐 對 搭帳篷在那 對吧 一夜就給你幹鬥 完了以後開始起訴你 所以呢 就是說我們覺得 表達這個訴求呢 應該通過這個法治 在法治這樣一個形式下 來來來來 我估計這時候過了以後 慢慢的可能會有一些措施過來 希望香港還是 繁榮穩定了 這麼說 好不好 嗯 呃 那本週呢 我們就談到這 其實我們關注中美貿易戰 嗯 這個其實跟我們 所在在美國生活的這個民眾 對 有直接的關係 是是是 我們不希望這個中美之間 搞得那麼緊張 對吧 那麼你這個 貿易戰 再延續下去 屋價就會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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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個 我們還是要關注 希望這個 下週哈 這個 習近平和川普 拿出最大的政治智慧 對 然後呢 解決一下實際問題 實際問題 對 好 今天節目就到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